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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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先請合掌 農謀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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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農謀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大家彌陀佛 看課本二十六頁第六行 好 這裡引到一個經 詐阿涵卷十 那我們說最主要的就是 前面講到空於貪稱吃 空於我 我們知道生死輪迴的根本 那麼主要是業 那會有業主要是因為有煩惱 煩惱主要就是貪稱吃 那麼推到最根本究竟 那就是無名 無名就是我見我愛 那基本上依我見其我愛 那所以他這裡說到 那離一切煩惱 主要是我 我所見 就是我見我所見 我愛我所愛 我慢我所慢 那通常有時候又講四種 叫做我見我愛我慢我吃 那麼其實一般來講 就我見我愛 那麼見煩惱跟愛煩惱 那麼就能夠得什麼 涅槃 那涅槃其實就是一切苦的洗滅 那麼從因講 一切煩惱滅盡 叫涅槃 從果講 一切苦的洗滅 不再輪迴了 叫涅槃 所以 詹阿含經說 無常想者能見立無我想 聖地子住無我想 心理我慢順得涅槃 好 那涅槃是我們的歸宿 涅槃是我們的目標 那麼怎麼樣正得涅槃呢 所有學佛的人 那麼共同的目標就是涅槃 那怎麼樣得涅槃呢 那你要知道 涅槃相對的就是輪迴 生死輪迴 生死輪迴是此案 涅槃解脫是彼案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那所有學佛的人 那麼無不以涅槃為歸去 那怎麼樣正得涅槃 你要先知道 怎麼樣我們會有輪迴 主要是這樣 前面已經說了 輪迴是依涅 涅是依煩惱 煩惱主要是我見我愛 那根本來講就是無明 所以無明滅則行滅 無明 無明 行就是 這個 行是業 無明基本上 就涅蓋著一切的煩惱 無知 最重要是我見 所以 只要正得無我 那麼你就能夠得解脫 你就能夠向涅槃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這麼說 那麼生死的真結就是我見 依我見有我愛嗎 依我愛有煩惱嗎 依煩惱造業 一造業敢遭生死嗎 依生死有苦嗎 主要是這樣 好 那所以你要回到苦因 最根本的真結 生死的真結 那麼就是我見 那怎麼樣去途我見呢 從哪裡去途我見呢 那這裡提供了一個方法 觀無常 無常想就是你要常常觀想 觀想什麼 觀想無常 好 那所以他這裡講 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 那麼一旦有無我 那麼你就能夠得涅槃 心靈異我慢 我慢就是內在對我深層的直取 這個阿羅漢才能斷 阿羅漢斷五上分解 色灘五色灘調舉慢無名 那麼對我很深層的這樣的直取 那麼深見也是斷我見 但是它是由意識分別而來的 這個比較淺 就好像灘分浴灘 浴灘是比較粗的 浴灘斷了還有色灘如色灘比較細的 那我見我愛都有粗跟細兩部分 那你要斷除 徹底的斷除我見 有一個方法就是要關無常 那關無常不外乎 因為我們重點就是我見我所見 那麼怎麼關無常呢 那我見就是見有我 見就是直取 直取有我 你這樣認定是有我的 那你的我的認定從哪裡來呢 當然從身心 你說的我 你看到相片 那麼多人 這個我在這裡 那麼你的名字 你的相片 你的父母 你的什麼 這一節我所 你從這個 從小到大 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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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一次一次的肯定 我 這個是我 像我們小時候 有時候父母都會講 你的手 這個是我的手 這個是我的耳朵 都會這樣 就不斷不斷的 我們不斷不斷的在確認一件事 這個是我 看到鏡子 這個是我 看到相片 這個是我 看到名字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世間 透過意識分別 我們叫做分別我見 我見有兩種 一種叫做分別我見 一種叫做聚生我見 就是與生俱來的 那麼與生俱來的我見 在透過意識分別之後 不斷不斷的一層一層的 那麼鞏固 那麼確認 這個就是我 好 所以我們要分解它 你必得要觀察 這個身心 什麼是我 我是什麼 我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佛法基本上 就從這個地方來下手 所以它要叫你觀什麼 好 我 那不外乎是什麼 第四 不外乎是六 我 我 偏重生理的分析 叫做六根 偏重心理的分析 叫做五韻 偏重物理的分析 叫做六間 那麼五韻 你從五韻 你從五韻 身跟心 色受想形式去看 色是我嗎 那色是什麼 色就是這個身體 四大吉四大所造色 那這個身體 是我嗎 如果這個身體是我 那我死了 那我就不在了 這個叫做吉遇我 色吉四我 那這個身體不是我 那個感受是我 那你死掉了 那感受也不在啊 感受是怎麼來的 跟成是合和而來的 跟成是合而生處嗎 處去生受想師嗎 我們叫色受想形式 無韻叫做受想形 一樣都是跟成是合和而來的 那哪裡找到一個我 那你 這個是第一個 直接關無我 那麼或者從五場 因為什麼 我是什麼 我是很常的啊 那麼你會發現到 我們的身體 從小到大 不斷不斷的在變化 那麼身體是不斷在變化的 今天跟明天 乃至前一秒跟後一秒 那個細胞的數目 那個頭髮掉了幾根 皮膚穴又掉了多少 也是不斷在變化的 細微的變化 那十年二十年 可能會有重大的變化 那麼但是有一些不會變的啦 比如說你的血型不會變 那有一些 有一些也會變 那有一些也會變 就是不是血型變 就是你的相貌 那麼也會變 那大部分相貌也差不多 一般會變 但變的程度不大 那你的名字 一般不會變 那有可能會變 你的父母決定不會變 那麼已經決定了 那麼有一些 但是我們的身心 它是不斷在變化的 雖然有一些沒有改變 但是你會發現到 其實它不斷在變化 你的身心 你只以為我的身心 不斷在變化 因為 刹那刹那生命 所以你要常常 觀照這個身心 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你會發現到 世間是無常的 國土世間 友情世間 武運世間 不斷在生命 不斷在生命 從這個地方 你會漸漸察覺到 生命中的我 在哪裡 其實這樣 我們說的內觀 其實我們在講的內觀 其實就是往內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你的身心而已 因為我們習慣向外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宗教徒 都是向外祈求 基督教徒 回教徒 信媽祖的 信參太子的都一樣 他有一個神 為他的依靠 帶給他幸福 讓他消除災難 佛法 他最重要的是要讓你清醒 覺悟 覺悟到什麼 覺悟到無我 這個是 這個是唯一解脫的關鍵 你離了對 身心的觀察 沒有解脫 沒有解脫 你因為 你生死的真結 就是你執著有我 所以 我就是身心結構 就是生命現象 我就是身心結構 所以 他告訴你 我們這個身心不是我 那你說 離了身心之外 有一個我 很常不變的我 那也不對 所以你先從無常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 對我的執著就是常 有一個很常自主 獨一不變的我 所以我的定義是 很常獨一自主 很常不變 那麼獨一 那麼自主 所以你從無常 不是很常 從無常自我 從緣起 他不是獨一 因緣何而有 自我 從苦 他不自主 所以自我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因為我們 後來的佛教 慢慢慢慢 婆羅門教化 所謂的婆羅門教化 就是 把佛 把菩薩 告訴你 無我的觀念 忘記了 那慢慢慢慢 變成像婆羅門一樣 在求神 求菩薩 讓我消除痛苦 讓我得解脫 讓我到一個 不死的地方 不死之地 所以已經不知道 人會生死 的根本原因 就是我見我愛 依我見我愛 造業 所以你 你已經離世了 解脫的關鍵 就是斷貪生吃 那麼 這個涅槃的關鍵 就是正的我 你已經沒有 因為你看現在 大部分的修行 誰在跟你講我 沒有 沒有人在跟你講我 誰關心 是不是緣起 是不是無常 沒有 那麼關心的就是 我能不能消業障 我能不能征服吧 我能不能往生淨土 關鍵就是這樣 都是在講我 都是在講我 我 一次又一次的 我要幸福 我要快樂 我要永遠的快樂 那麼 你沒有好好的去探討 什麼是我 為什麼會有我 我為什麼會痛苦 我的痛苦到底是從哪裡來 我要怎麼樣 才可以解決掉這些痛苦 沒有人去想這個 那麼他一致的認定 我會有痛苦 當然我有業 但是 我有菩薩 我有佛 可以幫助我解決痛苦 所以我不怕 我好好念佛 好好念菩薩 菩薩就會帶我到一個 沒有痛苦的地方 那麼 永恆的 永遠的 在那個快樂的地方生活 變成這樣 所以 這樣的觀念 讓我們離解脫越來越遠 離解脫越來越遠 根本就不可能得解脫 跟婆羅門一樣 婆羅門也是這樣 只是彼此的神部一樣而已 印度教 猶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悔教 都是這樣的概念 後來 佛教原來不是這樣的 佛料有別於其他的宗教 重點就是 世間是緣起的 不是神創造的 世間是無我的 涅槃 才是真解脫 不是生到天上就解脫 不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那你正得無我的 正得無我的 關鍵就是 關無常 所以三法院 第一個就講什麼 諸行無常 由無常知無我 諸法無我 由無我得涅槃其境 所以一樣 無常祥者能建立無我祥 聖地子 諸無我祥 就能夠 那我們說無我 無我 從阿暗經看 那基本上 第一個 你一一關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艷 行如芭蕉 事如幻化 那麼這個是關 關無我 那麼一一的關 色受想行事 五曰分別關 色如巨墨 色如水泡 響如揚艷 行如芭蕉 事如萬萬 或者總關 色受想行事都這樣關 那通常主要是從三個地方 一個是時間上 一個是空間上 一個是它的體性上 主要是這樣 因為凡是一法 它的存在 一定存在這個時空裡面 如果它真實有 那麼它一定存在這個時空裡面 那麼一定有它的體性 簡單來講 比如說這支麥克風 那它有時間 它什麼時候存在的 也許十年前 也許一年前 它可以存在到什麼時候 也許十年後 也許五十年後 它壞掉了 有生命 它一定有時間性 它不可能從盤古以來就存在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一直存在 它一定有時間性 而且一定存在 某一個地方 比如說現在在學家法言室 它就在這裡而已 它不會到其他地方 然後在講堂 它不在大殿 它不在療房 它不在廚房 不在大寮 它就在講堂 有時間性 有空間性 然後它的體性 它是做什麼用的 它是擴生的 講課用的 那麼凡是一法 必然有這三種 那麼它就從這個地方來看 那麼過去的我 現在如果是我 是存在的 它就有時間上的差別 過去 現在 未來 有空間上的差別 內跟外 比如說我 五印之內是我 還是五印之外是我 比如說這是麥克風 它在學家法言室裡面 還是在外面 在講學家法言室的講堂裡面 還是外面 它一定存在某一個空間上 然後它的體性 那麼如果我們執著為我的 通常是心為我 我們這個心 那麼心 所以那身也可以 但是通常 比較會執著這個心是我 那你就會去觀察 那心在過去 在現在 還是在未來 過去 因為它是刹那刹那生滅的 心是刹那生刹那滅的 那過去的是心 還是現在的是心 還是未來的是心 那什麼是過去 什麼是現在 什麼是未來 時間不斷的無常生命 剛剛講現在 現在就變成過去了 那現在又在哪裡 沒有現在 那過去跟未來又在哪裡 那麼如果過去現在未來 都這麼不確定 那過去的心 現在的心 未來的心 那又在哪裡 這個是 一般我們沒有這麼說 那沒有這麼想 不是說沒有這麼說 沒有這麼想 你看金剛經就關什麼 過去心 怎樣 不可得 現在心 那個就是對心的觀察 那個就是對無我的觀察 那個就是無常想 因為 常是不變化的 無常是不斷在變化的 那麼變化當中最細微的變化 就是剎那身剎那面 那麼所以過去現在未來 那你要去觀察它 你會發現到 那個我不存在 那個心不存在 那它是在內還是在外還是在中間 那你會發現它也不存在 你說身內有一個我 那也不對 你說身外有一個我 也不對 你說身內跟身外中間 那又是哪裡 哪裡叫做中間 那也不對 那所以你去觀察我 你會發現到無我 那麼從這個地方 或是從它的體性上說 那麼心有善有惡 那善心是我 那惡心就不是我了 那既然惡心不是我 我為什麼會起惡心 那如果惡心是我 那善心怎麼會是我呢 那善心又從哪裡來的 那麼你發現到 那像寶基金它就怎麼樣 它就從惡心裡面 貪心是我 稱心是我 還是魚吃心是我 因為我們同時具有貪稱吃的心 那如果是我 我是不變的啊 如果貪心是我 那麼稱心就不是我 那稱心不是我 那稱心哪裡來的 那是誰的稱心 那如果稱心是我 那貪心就不是我啊 那又是誰起貪心的 那你這樣去觀察 你這樣去觀察 而且貪心沒多久就稱心 那稱心沒多久又貪心 所以一下子貪這個 一下子貪那個 那又不斷在變化 所以你會發現到 我其實是虛擬的 是假名思舍的 其實這個要很深細的觀察 我們單單這樣講 還只是概念而已 你必須得找一個地方 安靜的地方 沒有人干擾的 也許在你的療房 也許你在上廁所 那也沒人干擾 也許你在洗澡也沒人干擾 那你好好想 那什麼是我 那最好就是你坐在大殿 打坐的時候 或是驚醒的時候 你好好想 那什麼是我 其實以前禪宗也用這種方法 只是他比較參話頭 比如說念佛 我在念佛 你會想念佛的是誰 類似像這樣 或是你在驚醒 你會講拖著死屍的是誰 就是 那個也是說 如果沒有我 那現在在走的這個是誰 如果有我 那現在走的這個又是誰 那你在吃飯也是一樣 你就這樣 有空 其實都有空 沒有那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聽課 那現在在聽課的那又是誰 現在在想的 聽完課會想 現在我教你們講 你們又會想 那思考的又是誰 受想行事 坐在這裡的那個是社 社生 比如說我坐在這裡講課 那講課的是誰 坐在這裡的這個是誰 那個是社 那坐久了會痠 然後是有苦受有樂受 那苦受樂受的是誰 那因為這樣 那因為這樣 而有種種印象 種種想的 然後有種種決定的 行 那有種種了別的 那個又是誰 那其實這個是佛法裡面 叫我們好好的觀察 但是因為我們心 如果不集中的話 不安定的話 觀察起來其實是沒力量的 亂想一通啦 就變成是亂想一通 亂想一通的心是沒有智慧的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 一般我們沒有再這樣想 不習慣這樣修啦 不知道應該是從 從明清以來 我們都不習慣這樣修了 那以前中國佛教也有人這樣修的 禪宗話頭裡面也有這種意思 但後來慢慢慢慢就沒有啦 那後來念佛根本就沒有 那像金山佛佛 他就告訴你 誰在念南無阿彌陀佛 你看金山佛佛神音有沒有看過 那一樣 他也要讓你回歸到 那是誰在念佛 念佛的是誰 好 那麼基本上這個其實是佛法的核心 就是你要回歸到無我這邊啦 那我們其實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在這樣修 那你現在知道了 你現在必得要每天這樣修 真的 那麼你現在如果能夠 時時有時候 一開始沒有習慣嘛 但是你時時跟自己講 你就養成這個習慣 那麼你今天跟昨天 這差別在哪裡 產生了什麼變化 那那個我是什麼 那你洗澡前洗澡後 吃飯前吃飯後 反正就你可以從很多地方去觀察 不過你漸漸要讓自己的心靜下來 靜下來的心是有力量的 那麼他能夠很深細的 去觀察到無常跟無我 那因為我們的修閒 很少去觀無常 那麼基本上沒有在觀無我 所以離涅槃很遠 就離解脱很遠 那麼住行無常 住法無我 那個基本上跟我們沒關係 但是其實他就是在講你的身心狀態 所以最好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你很生氣的時候 你很委屈的時候 你很恐慌的時候 你很憂鬱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團體裡面 多多少少會有煩惱 不可能沒有 不可能沒有 因為彼此不那麼相應 那彼此不相應其實是沒關係的 那麼但是又跟法不相應 那這個就是問題囉 人跟人不相應那是正常的 那是正常的 但是彼此都跟法不相應 那就麻煩了 那你不會用佛法去解決問題 你不會用佛法去思考問題 所以彼此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大 煩惱會越來越重 那煩惱就會造業 那造業 就一直下去了 就趕招生死了 那彼此的因緣又深 惡緣又深 惡業又重 又沒有三根 那慘啊 那就一世一世的輪迴 而且還糾纏在一起 那麼彼此折磨 彼此傷害 沒完沒了 真的我告訴你 所以如果彼此都跟法相應 所以第一個要什麼 第一個要見和同簡 彼此要跟法相應 因為法是固定的 核心 一開始不一樣 沒關係 你也跟法相應 我也跟法相應 久了 一個月以後 三個月以後 半年以後 一年以後 大家都看跟法靠攏 彼此都是從四面八方來的 各有不同的背景 各有不同的夜報 各有不同的知識 各有不同的智慧 彼此是不一樣 但當你向佛法靠攏的時候 大家就會慢慢變得一樣 那麼所謂的和和眾 要以知見為主 見和同簡先有 先有見和同簡 那麼所以這個見就是 以佛法為核心 以修行為核心 以解脫為核心 漸漸漸漸漸漸 你的心跟我的心是一樣的 這個叫做什麼 同行同願 同行同願 同向解脫 從佛法上 叫做同法同聚 同意同位 講這個 這個叫做和和 那不是大家住在一起 不吵架就和和 不是喔 彼此 心是不一樣的 那當時你要跟法相應 那法是什麼 法就是這個 八正道 就是無常想 無我想 所以 但是我們一開始沒有辦法這樣 現在要把它轉過來 這幾十年啊 出家幾十年啊 修行幾十年啊 沒有好好想過無常跟無我 沒有好好了解過緣起跟世定 真的啊 我看過的 我去過很多道場 我十幾歲開始學佛 一直到現在 也過了要四十年 四十多年 很少很少 看到有人 以資源起見世定 為核心的 沒有 沒有 以官無常 官無我 為方法的 很少很少 所以 都漂流在 涅槃城之外 都沉浸在生死河之中 真的 然後想 然後不以為患 反正大家都這樣 揮核玉經裡面就講這個啊 揮核玉就是在生死河裡面的這些人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說 會發現到 這樣修行好像不對 我們不應該一直在這種苦海裡面 在夜海裡面 在煩惱海裡面 可是 看來看去 因為會在生死河裡面的都一樣 所以一樣啊 你的煩惱 你有煩惱 我有煩惱 彼此的煩惱 互相衝擊 形成更大的煩惱 更堅固的煩惱 沒有人會覺得 哎呀我起煩惱是不對的 都只是說你起煩惱不對 你傷害我不對 你讓我受苦不對 那現在我們要改過來 我為什麼 但是我們會起煩惱 就我也會啊 你看我這麼能講對不對 講得好像我已經解脫一樣沒有 我也會起煩惱 但差別在哪裡呢 起了煩惱我們會想 我為什麼要起煩惱 我為什麼會起煩惱 煩惱是從哪裡起來的 煩惱的過患是什麼 我出家是要做什麼的 想了一陣子之後 煩惱就慢慢跳舞了 煩惱也是無常的 煩惱也是無常的喔 因為煩惱是什麼 煩惱是心在煩惱嘛 那心是無常的啊 煩惱也是無自信的 自己的煩惱是這樣 別人的煩惱是這樣 我們不會執著在別人的煩惱上 而讓自己一直煩惱 不會 你會觀察 有煩惱 你會觀察你的煩惱 那麼為什麼起煩惱 從哪裡起煩惱 煩惱的性質是什麼 那麼媽媽你會發現到 一切都是無常的 一切都是因緣生的 一切都在變化當中 沒有我 那這個要想很久喔 你單單這樣想 像我現在跟你講對不對 你有這種概念 那只是一種概念而已喔 那只是一種概念而已喔 那只是一種知識而已喔 他不深刻 不堅固 隨時就會忘記 所以你看那個聖者喔 不萬不思 不萬不思 不萬不思的是什麼 他體會來的智慧 不是知識喔 不是他累積的思事喔 而是他體會來的智慧 不萬不思 對於現前的境界 不疑不惑 對於生命中 對於生命中 一切的現象 生命現象 他不憂不苦 他不會 他不會因為某件事 不合他的意 不如他的意 他就產生憂苦不會 一有憂苦 他馬上要去除的是那個憂苦 他內心中的憂苦 一有煩惱 他馬上要去除的是他內在的煩惱 所以 那我們比較像是 有人向我們家裡丟垃圾 我們很生氣 一直看著那個垃圾在哭 然後又 又找了一大包垃圾 丟到那個人的家裡去 結果 也不清你的垃圾 也不清你家裡的垃圾喔 就 一心只是要 你丟我一包垃圾 我丟你兩包垃圾 一定要讓你家的垃圾 比我家的垃圾多 那垃圾就是煩惱嗎 你讓我痛苦 我讓你更痛苦 你讓我煩惱 我讓你更煩惱 從來沒有要清楚自己的煩惱 只是一心想著 要讓你比我更痛苦 沒有要解決自己的苦 只是一心想著 要讓你比我更煩惱 沒有要解決自己的煩惱 那人家把一包垃圾丟在你家裡 你清完就沒有了 你不清 你拿兩包垃圾去丟他家裡 那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就這樣累積啊 累積到你也習慣了 你也習慣了 那現在不是這樣 一起煩惱你就觀察 是誰在起煩惱 煩惱在哪裡 剛剛煩惱 那一下煩惱不會一直煩惱啊 會隨著靜慢慢轉啊 所以人都有喜怒哀樂啊 有愛恨情仇啊 他不會一直愛恨一直恨 不會洗一直洗怒一直怒啊 不會啊 他這個就是無常 那個是因為什麼 心本身就是無常 那你要好好想這一些事 你從這一生 從小到大 經歷了多少 那你體會到什麼 那以前沒學佛 那當然不知道啊 現在學了佛 你是不是還像以前 沒有學佛一樣 也是煩煩惱啊 所以我們說三歸一 三歸一是什麼 歸一佛 佛是覺者 歸一佛向佛學習 從此過覺悟的生活 覺悟是什麼 覺悟就是我現在 在生死煩惱中 我要離生死煩惱 那麼我起煩惱 不知道起煩惱 起煩惱 造業不知道造業 造業會受苦 不知道是因為煩惱來的 你說不知道 所以這個啊 等於是怎麼樣 迷迷糊糊過一生 那世間人迷迷糊糊 那因為他本來就不知道嗎 那學佛的人還迷迷糊糊 你說你沒有讀書 你不認識字 那說的過去 現在你讀書了 讀了那麼久 你還不識字 那你說 你說的過去嗎 你說你不學佛 因為除了佛法有教這種道理之外 其他的宗教沒有人在教 圓起世地 要如何沒有煩惱 行八正道道理 沒有 你看其他的宗教 不管你是什麼教都沒有 只有佛教這樣教 其他的宗教沒有啊 你看那個信媽祖的 信三太子的 信上帝的 信聖母瑪利亞的 信阿拉德 誰在教這個啊 沒有啊 誰跟你講 圓起世地 中道無我啊 沒有 誰告訴你要怎麼得解脫啊 沒有啊 都只是告訴你 生到一個好的地方去而已啊 叫你 也許也叫你布施 叫你持見 然後 叫你要信神的話 叫你要聽神的話 佛法不這麼說 所以 學佛跟不學佛的最大差別 就是 謎跟訣 謎跟訣 眾生一般不學佛的 迷失在境界裡面 迷失在自我的境界裡面 這個是最大的 所以無明就是無知啊 無明就是無知喔 那我們學佛最大的差別就是 開始 開始 那麼起向覺悟的地方 不迷失啊 知道了 原來生死輪迴是這麼一回事 我為什麼會生死輪迴 我如何才能不生死輪迴 知道了 所以 歸佛 向佛學習 歸一嗎 向著佛 依著佛 而學習嗎 從此過覺悟的什麼 不要像凡夫一樣 迷迷糊糊糊糊糊 過什麼 那怎麼樣向佛學習 當然要聽佛說的法 像我們現在 就在講第一張佛法 就是佛說的些什麼 他如何能夠開啟 你覺悟的生活 他就告訴你啊 你看這裡第一個 這前面講 後面講七則經 這裡講 無常想 開啟你覺悟的生活 那你要從這裡 得到智慧 從佛法的知見中 得到解脫的智慧 那麼所以法就是智慧 佛就是什麼 佛就是覺悟 歸佛向佛學習 從此過覺悟的生活 不要再迷迷糊糊糊過生活 歸佛 依法修行 就告訴你這樣 比如說這裡告訴你 無常想能建立無法想 你就要常常觀無常 你會發現到 身心是無常 境界是無常 生命是無常 國土是無常 所以八大人權 八種大人權 大人就是出世間的 那麼你的覺悟 第一覺悟 世間無常 國土為翠 世大苦空 無暈無我 生滅便欲 虛為無主 如是觀察 怎麼樣 見禮身世 八大人權的 以前我們上課都要背的 你看 這個第一個就是 你要從無常想 所以八大人權 第一個就是觀無常 那你有沒有觀無常呢 平常有在觀無常嗎 你怎麼觀無常呢 那觀無常 有些人也觀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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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觀無常之後是起翻了 你昨天跟我好 今天跟我不好 真無常 你很生氣 那麼世間的人很多觀無常 也有啊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互還 高堂 明鏡 悲白髮 昭如 青絲 慕成雪 不是無常嗎 無常啊 無常啊 這李白的嗎 將近酒裡面的嗎 當他最後呢 最後呢 他喝酒 世間無常 所以不要想太多 好好享受人生 這很常見啊 大江東去 大江東去 浪淘千古風流的路 書中婆寫著 那不也無常嗎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做短苦夜長 你看不無常嗎 那最後是什麼 何不禮足有 因為無常 所以要好好珍惜 要好好享受人生 欸不一樣喔 欸不一樣喔 那佛法的無常 是要告訴你 因為無常 所以要怎麼樣 要好好的休閒 一下子 一生就過去了 下一生又開始輪回了 那世間的人沒辦法 因為他不知道解脫 不知道怎麼得解脫 所以他只能怎麼樣 苦中作樂 無常是苦 但是他沒辦法避免無常 他又沒辦法解決無常 他只能苦中作樂啊 所以但是我們是佛弟子 不一樣啊 我們知道為什麼會受苦 我們也有離苦的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在無常中 怎麼樣 精進修行 那世間人沒辦法 所以我們在生死輪迴中 逆流而上 逆生死流而上 那麼世間人是順流而下 順生死流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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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死流中回答 叫做輪迴嘛 那你說你不學佛 你說你沒有學佛 你當然不知道啊 那也沒辦法怪你 可是你學佛了 你還不知道 那你說那這是誰的責任 所以 歸依法 你要了解佛法 現在的人只知道念佛拜佛 不知道依法修行 麻煩 不知道什麼是佛法 糊塗 所以歸依法 依法修行 依佛所說的法 依舍利佛 穆建連 阿難阿 這一些聖地子所說的法 來修行 來修行 比如說阿那律 阿那律講八大人念啊 那這個佛陀講八正道啊 那不管你依什麼 基本上都是告訴你 趨向解脫的方法 所以他重點在智慧 等一下汽車經裡面會說到 重點是智慧 佛法就是讓你獲得智慧的 所以歸依法 依法修行 從此過智慧的生活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不是這樣嗎 那如果你沒有智慧 你就會怎麼樣 顛倒 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律說非律 非律說律 非因即因 非果忌果 顛倒 應該要這樣做 你卻那樣做 人家把垃圾丟到你家裡 你應該要好好的把垃圾清乾淨 然後設立欄 柵欄 怎麼樣讓人家 不把垃圾丟到你家裡 而你不是 你看著垃圾發愁 憂愁 然後起煩惱 想辦法製造更多的垃圾丟到別人家裡 你看那這不是顛倒 這個就是顛倒 應該做的沒有做 那不應該做的做了一大堆 然後增加自己的 增加自己的煩惱 當你去收集兩包垃圾的時候 你身上變得更髒更臭 原來的一包垃圾 讓你變髒變臭 就是煩惱 那麼你又去收集兩包垃圾 比如說人家罵你一句 你很生氣 起了煩惱 身上那個就是賭 那個就是臭 那麼你起更大的稱讚行為 去罵回人家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樣就會讓你的煩惱加劇 那你不洗 你不洗髒不洗臭 就是為了要怎麼樣 要幫我一口氣嗎 結果為了這樣 你更髒更臭 那你最初 你最初所以生氣的原因 就是這個垃圾 會讓你變髒變臭 可是你後來為了 為了這個垃圾 不洗更髒更臭 你看 你看這個是不是顛倒 顛倒啊 真的是顛倒 所以 我們要 依法 規依法 依法修寫 從此過智慧的生活 不再顛顛倒倒過生活 規依身 身就是身團 合合身嗎 合合是我們說是 大家同行同怨 同法同聚 同意同畏 那麼怎麼樣 向解脫賣金 有同樣解脫的方法 有同樣解脫的目標 那麼大家核心向解脫賣金 那麼彼此親近 因為法就會讓你親近 所以 合合 安樂 親近 這個是身 所以 重點在同行同怨 行如果一大聲來講就是菩提行 怨就是菩提怨 所以 這個是菩提 那你 歸一身 與身 合合 同行同怨嗎 合合嗎 見和同解 綠和同金 借和同尊 就這樣嗎 見和同解 綠和同尊嗎 借和同尊嗎 然後怎麼樣 同行同怨 所以歸一身 與身合合 從此過 身就是什麼 親近啊 從此過親近的生活 不再煩煩惱惱過生活 你看我們 你有一天是親近的嗎 有 那恭喜你 如果一天裡面 你都有煩惱 我們說的是貪跟稱的煩惱 那如果是我見 那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 那你不要起愛煩惱 如果你曾經有這麼一天 都沒有起過煩惱 那你厲害 那如果你一天裡面 不是在早上 就是在晚上 不是在中午 就是在下午 那麼你都會起煩惱 而且你常常起煩惱 那你要好好反省 你一直在煩煩惱惱過生活 這個跟你修行的目的相違背 因為你就是要得親近 所以歸一身 你像舍利佛像木劍臉 都不再起煩惱 那麼這個是你學習的對象 所以歸一身 從此過親近的生活 不再煩煩惱惱過生活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那你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趨向解脫 那去向解脫最主要的 最關鍵的 就是你要離我直 離我見 離我愛 那怎麼離我見 離我愛呢 要以智慧來觀察這個世間 觀察這個身心 無常的 從無常開始觀察 從無常開始觀察 由無常之無我 由無我得解脫 所以你 我們有經過無我這個關鍵 你怎麼樣都不可能 離身死流 不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的修行 要把念佛 念菩薩 也不是說不要念 念就是要策發信念 那麼大部分的時間要拿來 念什麼 念無常 念無我 觀察什麼 觀察身心的變化 觀察人情的變化 觀察心情的變化 你要這樣觀 那你會看到 一切無常之中 都是因人而合的 漸漸漸漸漸 你會產生一種 你不會執著 對身心不執著 對未來不執著 對過去不執著 對人不執著 對事不執著 對物不執著 這個就漸漸怎麼樣 無我了 真的 這是很重要 你必得要這樣修 不然你過了十年二十年 你還是你 佛法還是佛法 你跟佛法從來沒有相應過 那這個就枉費了 你出家修行 因為出家修行 就是像解脫的 你從來不像解脫 那解脫的關鍵 就是無我 生死的真傑 就是我見我愛啊 所以 它有一把鑰匙 可以打開無我之門 無常的鑰匙 那你要會想喔 你不想 你變成無常是無常 你更執著喔 好 我們先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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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حت Thomas 冷mare 我